伍吉一去未归,可就惊动了伞医生大夫,伞大夫还没太理会,怎么,可能他家里事儿没办完嘛,啊,他就晚回来一会儿,这个人很老成,而且是母智孝,他不会逃跑的。 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回来,伞大夫沉不住气了,不行,这是我给他说的话,我得啊,禀明文王,他就找文王来了。 文王啊,相反道安慰伞医生,不但没怪罪他,还宽慰他,伞先生不必着急, 带姑啊,粘上一挂,当时就把八卦摆开了,就算了这么一挂,主要是算算五级跑哪儿去了,好派人呢,把他捉回来,问问他为什么一去不归,甚至于可能给他加罪。 但是呢,这一粘这挂呀,哎呀,文王不由得叹息一声,散大夫一直在旁边站着,文王摆着奇门遁甲,文王心里有数,散大夫看不出门道了。 哎呀,只见文王演算了半天,然后坐在那儿叹了口气,散大夫觉得奇怪,大王,您,您算出来了没有? 这个五级,负罪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? 我好派人去捉拿他呀,文王摇了摇头,哎,三先生还拿什么呀? 可惜呀,这五级呀,掉到山剑里,可能是他自己呀,一头扎入到山剑之中,已经摔死了,很可惜呀,可惜他是一个孝子,再说呢,他也没有啊,这么大的罪过,现在已经查明了, 哎呀,那天哪,这城门口的人出出近近特别多,大家一拥挤,无意中,哎,把他那个柴或担子,给他挤秃铐了,那扁的,一头尘,他失去了这个平衡了,一时横框的一下,正好砸在那个门军的头上,哎,门军呢,死得有点冤枉, 但是五级,这属于误伤,也不能给他敌命,这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开呢? 哦,三大夫点点头,那就,那就算了吧,怎么把那个,把那圈擦掉就完了,省得这个天天还得画一遍,等着五级回来,这他回不来了,这事啊,就这么撂下了,你说这匠子呀,高不高? 他高的什么地方?他愣把文王的卦树给破了,哎,转过年来,春三月了,哎呀,一年之计在于春啊,一日之计在于晨,大家都喜欢春天这个季节,阳春三月春光好嘛,哎,散大夫和文武百官啊,忽然间游行大发,哎,大家来啊, 给文王提议,说是请文王鸡昌,率领着文武啊,和他那些个公子,一起出西齐城,踏踏轻,文王一听,这是个好主意,啊,这个主意啊,正中鸡昌的下怀啊,他正要找三医生,来商量一件大事,什么事呢? 那么自己有一天住在灵台夜梦飞雄,散大夫给他道了半天喜,说是可能啊,西齐要出现贤良人才,就是说西齐啊,这儿仅藏着一位大能人,可就不知道这位能人姓氏名谁,哎,家住在哪里呀? 这件事都快成文王的心事了,哎,他不住的在盘算,也经常派人呢,四处扫听,也没什么结果,借着今天散一声这个提议呢,出去踏踏轻,哎,就事仿寻仿寻啊,这位高人,说不定在哪就能碰上, 这都没准儿,那么选了一个日子,哎,机场率文武,还有所有的公子,一起出游踏青啊,文王在马上这么一看,哎,他一眼看见大将南宫阔了, 啊,催马扬,这来一回的奔驰,这怎么回事啊,文王问三医生先生,南将军在干什么呀,啊,三大夫赶快回禀,骑禀大王,哎,我让南宫阔呀,在前面,这座山林这儿,设了一个围场,我想在这儿,哎,请千岁您哪,手猎一番, 就是,就是要请您在这儿,打打围,哦,文王摇了摇头,不可,当时他给拦住了,怎么,三大夫,别人不知道,你应该知道,咱们这是出来,踏踏轻,散散心,另外呢,我想寻觅一下,啊,在哪个地方,呃,藏有呢? 能人,那么,我拜见拜见这位能人,说不定,能见上一面,也未可知吧,但是我可没让你设什么围场,因为什么,你这一设围场,就要搭弓射箭,啊, 就要这个,追逐一些个,跑路,那怎么能行呢,这不杀生害命吗,昔日,伏羲皇帝,宁食百草之树,不食百寿之仙呢, 那么,那么,伏羲皇帝那个时代,是如毛饮血,他老人家呢,都不忍杀生,那咱们怎么能这么做呢,啊? 啊,散先生,此时,正是万物生育之时,啊,枉杀生灵,孤其忍哉,啊,你赶快把这围场给我撤了,告诉南宫阔,今天是张袍野鹿,啊,枝头小鸟,啊, 是谭冤之中的余下,一律,不许杀生,中文武听的这儿一个个赞叹不已啊,大家,看着文王,这真是仁德之主啊,西齐有千岁在,那真是民之姓也,当即就把这围场撤了, 文王,帅文武,来到山头上勒马这么一看,哎呀,当时这心里崩堤多痛快了,怎么了,一眼望去呀,好一百岁人的景色哟,远看桃红似火,尽观白蕊争容啊,那流英风萌芽出土, 牧童的笛声悦耳,林中鸟韵青蹄啊,这可真是无限春光观不尽,小溪流水,细鱼弯仰,避水蓝天,春三月,春光处处动人心啊, 世人皆赞,三春景,真是一寸光阴,一寸金,又倒是寸金难买,寸光阴啊,这可真是见景生行啊, 哎,文王以及众文武,各个心旷神怡,人人喜行于色,哎,在山里转了这么几圈, 散大夫啊,请文王休息片刻,恐怕骑马时间长了,太劳累了,扶着文王下了马, 找了一块青石,哎,倚着轻松往这一坐,刚坐下, 呼听啊,不远处传来了歌声,这个歌词可挺美,哎哟,文王听着听着站起来了, 大家看得出来,千岁可能被歌词打动了,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呀? 唱的是龙兴云出,虎声风,世人漫喜,寻贤路,君不见耕心野夫,心乐摇顺与离除,王侯富贵,携婚下,仰天一笑,待民主啊。 听完这支歌啊,文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,他精神大振,伸手把伞医生给拉过来了, 大夫,刚才这歌声你听到了吗? 伞医生点头,我听到了,不过千岁,微臣我没听出来,这什么意思? 哎呀呀,歌词写得太好了,肯定这是闲人所作呀,这词作者呀,是个大闲人。 三先生,你快把他们给我请来。 三医生领命,派几个武士去看看,这几个武士一看,哦,前面不远, 这小树林里边,哎,有几个人在这伐木,他们是一边伐着木头一边唱,哎,就是这几位唱的。 有一位棋牌,赶过来了一共手,啊,几位,方才是你们唱的歌吗? 这几个侨夫一侨,啊,是啊。 西齐这儿有一个特点,什么特点呢? 就是所有的百姓,无论老少,都不聚观,啊。 西齐的大小官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身上都不带官器, 哎,甭管你进什么样的衙门口,绝对是笑脸相迎, 没有那么一个把眉头一皱嘴一脸,把脸这么一扛, 像欠他多少钱没还似的,让人瞅着他都害怕,找他办事就像求着他一样。 人家西齐没有这种恶习,所以说, 老百姓一见着官员,都挺随便, 他看看眼前这几个武士, 你们问刚才谁唱歌了,啊,我们呀。 哦,你们几位能跟我们来一趟吗? 上哪儿啊? 文王千岁来了,是吗? 这几个侨夫一听乐坏了, 当时把手里的工具全放下了, 我们正想要见见大王, 听说大王去了昭歌七八年没回来, 我们都很想念他呀。 听说大王回来了, 本想去接他去, 结果呢, 信之都得太晚了, 等我们去了, 也没见着。 今天踏了人家, 怎么上这儿来了? 哦, 武士们都乐了, 大王是出来踏青来了, 哦, 几个侨夫跟着武士来到了文王的面前, 跪倒十里, 文王让他们平身, 方才那个歌是谁唱的? 并千岁, 就是我们几个人, 您还想听吗? 我们再给您唱一遍, 哦, 不不不, 我想问问, 呃, 是你们谁写的这首歌啊? 这几个一听都笑了, 大王, 我们可没这学问, 呃, 我们写不了这歌词啊, 也配不了这个曲儿, 呃, 这是一位啊, 钓鱼的老人, 是他的一首歌, 我们从他那儿学唱来的, 哦, 这个钓鱼老人, 姓氏名随呀, 这几位一乐, 看大王对这个钓鱼人, 很关注, 我们只知道啊, 老人家姓姜, 呃, 没细问呐, 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字, 哦, 好了, 好了, 谢谢你们, 啊, 跟我呀, 说明了这段情由, 呃, 耽误了你们的工作, 温望告诉侍臣, 赏这些人一些钱财, 让他们回去啊, 继续伐木, 这几位说什么也不要, 跟大王您说上几句话, 我们就乐不可知啊, 怎么还能要您的钱呢, 嘻嘻哈, 连说带笑的几个人都走了, 文王在这儿休息了片刻, 呃, 也不能马上就回去啊, 啊, 还有什么好看的景色, 咱们不妨再去看看, 赞医生告诉文王前面不远, 哎, 就是盘西, 河水呀, 非常清澈, 大王不妨去看一看, 好啊, 文王, 随着文武, 就奔盘西方向来了, 走不多远, 又听到歌声了, 当时, 文王把马勒住了, 紧紧抓住了缰绳, 侧耳倾听啊, 大家见文王啊, 听得是津津有味, 陕医生这回也住生意了, 这些歌词啊, 他是过耳不忘, 自己嘱咐自己必须得记住, 要不然回头千岁一问, 这歌词都说不上来, 那多难为情啊, 这支歌唱的是, 露台鸡血高千尺, 玄肉为林九座池, 凯探成汤六百载, 内黄鱼色, 外黄琴, 夜观星斗垂枯调, 堂堂正正应天人啊, 一齐高举, 明安指, 席耳不听, 王国音, 文王听完了这首歌, 甩灯离安下了马了, 中文武全都滚安下了座级, 三大夫站在文王的身旁, 大王, 您怎么不走了, 哎呀, 三先生, 方才这首歌唱得太好了, 是, 三医生点头, 我也听清楚了, 他又把这歌词大意啊, 给文王叨咕了一遍, 文王问他, 三先生, 你说这歌词的含义是什么呀? 三医生听到这点点头千岁, 他唱的是啊, 当今咒王天子, 咒王无道, 信宠达基呀, 残害忠良, 灶肉临酒池啊, 祸乱宫廷, 逼返了东南两路诸侯, 天子整天荒语酒色, 眼看就要把大好山河, 断送于他人啊, 特别是这次啊, 达基呀, 出主意, 在宫内修造这座露台, 由这个北伯侯重吼吼监工, 不知坑害死多少黎民百姓, 白骨不下千百句呀, 就填埋在这个露台之下, 所以呀, 现在天下大乱, 刀兵四起, 民怨沸腾, 文武离心啊, 说谁能做出这样的歌词来, 肯定, 就是大王您啊, 要寻访的这位贤人, 确切点说, 也就是大王您在灵台之上, 夜梦飞雄, 就是这位映照的贤士, 文王微微一笑, 大副说得太好了, 快, 把这欧歌之人请过来, 等把这些唱歌的请过来一看啊, 原来是一些打鱼的渔民, 哦, 文王问他们, 这歌是谁唱的, 这些人呢, 一口同声的回答, 是我们唱的, 哦, 谁给你们填的词, 吐的群啊, 说是, 也是一位打鱼人, 是一个钓鱼的老手, 哦, 文王一听, 又是一位老手, 他姓氏名谁啊, 这些打鱼人呢, 比那些砍柴的, 说得清楚, 说我们认识这老头, 此人姓姜, 名上自子呀, 道号飞雄, 什么, 哎呀, 文王听的这会儿, 抢不上钱, 一把拉住了这个鱼人的手, 他道号怎么撑, 把鱼人吓了一跳, 大王, 难道, 我把话说错了吗, 没有, 你说得好, 我只问这个人的道号, 说他道号叫飞雄啊, 哎呀呀, 文王转过身来, 看着伞医生, 两个人仰天大笑, 然后文王问这些打鱼人, 你们见过这位姓姜的老, 老鱼翁吗, 大家一听当然见过呀, 我们可以说经常见, 他在什么地方, 就在前面不远, 那块青石上坐着呢, 文王一听, 快领姑去看看, 拜见拜见这个人, 文王率文武, 跟着这些鱼人, 来到了这个盘石旁边一看, 没人啊, 不知因为什么, 今天江先生休息, 没来, 哎呀, 我烦劳诸位, 能不能带姑在这所近周围, 寻找一遍呢, 文王啊, 让这些打鱼人, 带着他, 找找这位江先生, 三医生给拦住, 大王不可, 咱们, 一个是恐怕您见不到, 说不定啊, 这位江先生, 有意回避大王, 不想见您, 再说呢, 您这样匆匆忙忙的, 让这些打鱼人带着您去见, 好像是对这位贤士, 有点不公啊, 大王您不能, 失掉聘贤之礼, 对贤人, 那必须得十分恭敬, 得单独安排一个日子, 甚至于说, 摘戒沐浴一番, 恭恭敬敬, 规规矩矩的, 到这会儿来呀, 会见这位贤人, 这样无意中, 因为踏青走在这儿了, 就想见贤人一面, 恐怕不太合适, 散医生一番话, 说得温网不住的点头, 先生说得好啊, 我是有点啊, 求贤若渴, 过于心急了, 好了, 谢过这些愚人, 现在呢, 咱们这青也不踏了, 咱就回去吧, 温网率领中文武, 返回西七, 刚一出山, 忽然碰起一个人, 散医生在马上这么一看, 哎,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, 他赶快往前一带马, 紧赶了几步, 把这人给叫住了, 散大夫看这人像谁呀, 像那逃跑的武疾, 看在肩上扛着扁带, 有绳子, 后腰还别的一把斧头, 是不是这人呢, 当他带着武士过来, 拦住这人的去路, 散医生龙眼神仔细一看啊, 嗨嗨, 天下竟有这种巧事, 啊, 找都找不着他, 今儿在这碰上, 当即吩咐吩咐武士, 将武疾拿下, 当时就把武疾给捆起来了, 武疾一看, 哎呦, 是散大夫啊, 我对不住您, 散医生这气, 你管对不住我呀, 那倒好说, 你对不住大王千岁, 哎, 散医生说的这儿觉得奇怪啊, 这奇怪什么, 大王曾经演示了一把这个八卦呀, 说武疾跳山剑摔死了, 看来大王这八卦也不灵嘛, 散医生不敢说破他呀, 当即就把武疾给带到了文王的面前, 文王也有点挂不住了, 这还了得啊, 敢破我的挂术, 你该当何罪啊, 普通一生武疾跪到马前, 大王荣兵啊, 您的挂术不是小人所破, 乃是我家恩师江飞雄。 怎么办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